如果懷孕的母親 如果懷孕的母親 是否懷孕發覺自己有點痛才找你 其實我們的概念是 由懷孕期開始 每個月都準時檢查一次 就像你回去找副科醫生檢查 而我們更好的是 你未懷孕之前就檢查好脊骨 準備準備懷孕給他 如果懷孕的時候 每個月都回來找我們檢查一次 我就會幫你發現你有沒有錯位 有錯位調整 不是說我要等到 通常是中後期才會有痛症 你的胎大 大到某個尺寸 你壓著神經才會覺得特別痛 如果你去到等到很痛才來找我們 其實你的神經已經受壓了一段時間 頗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便會建議 懷孕的媽媽 知道自己懷孕開始 每個月都來找我們檢查一次 如果有痛症 就直接來處理痛症 每個星期都會回來找我們 通不通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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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就是當我們歪了的時候 你會痛 對 我擺一整句你就不痛了 對 擺的過程會痛不痛 都痛 擺的過程可能是一下痛 有很多人問的 對 可能是會有一下痛 但其實現在好像我們有時候 借助一些儀器 我們將床會升降 可能你聽到床扁一聲 已經順帶幫你的關節調了位 或者是腰椎和尾骨中間會痛 這兩個位置痛嗎 對 即是這個盆骨膠位 這個膠 對 因為這兩個膠容易歪 有時候會蹺腳躺 經常會盆膝躺 令到盆骨有時候會有錯位的情況 我們懷孕中後期開始 腰椎弧度提升 你的腰椎壓力大 神經會受壓 亦都會帶一些 懷孕期的床骨神經痛